全国六天累积新病例 预120万 加州再启动居家隔离 拜登任命福气 担任首席医疗顾问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郁兴伦 拜登今天再次做出了重要人事任命 提名福气领导白宫疫情应对小组 但福气指出现在全国各地疫情不容乐观 纽约周章古墨今天也暗示再次居家防疫的可能 而在国会方面 第二轮经济刺激法案本周即将完成起草 甚至是获得通过 民主党方面继续强力施压 希望多项关键救济可以延续四个月的时间 拜登今天任命了白宫疫情应对小组成员 并提名福气为首席医疗顾问 现在福气关心的重点则是全国目前最严重的疫情爆发 他再次发出警告称 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没有到 虽然部分疫苗已经准备就绪 而且川普将签署美国人优先接种的行政命令 但这中间会有数月的时间 可谓远水解不了尽客 所以继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新的居家防疫令后 纽约州州长谷默今天也发出警告 称如果纽约疫情数字继续攀升 他会叫停人口密集地区的室内用餐业务 而这无疑对中小企业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很多从业者一方面抵制政府的居家令 另一方面则盼望国会尽快通过第二轮经济刺激法案 而在上周末两党部分议员达成协议 对两院通过新一轮经济刺激补助法案表示乐观 甚至称最快本周末法案就可以获得通过 这份法案虽然没有第二轮纾困支票 但只在延续圣诞节过后就将过期的联邦失业补助 租房上的援助以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目前共和党方面还没有明确表态 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法案也还是未知数 辉瑞药厂及莫德纳药厂的新冠疫苗 有望在一到两周内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紧急授权使用 然而全国的疫情仍然严峻 在过去六天中新增病例就累积达到120万 而主演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 各地的医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外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确诊了新冠肺炎 目前正住院接受治疗 全国的新冠疫情仍然没有缓和的迹象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在过去六天内 公报出了约120万宗确诊病例 与此同时 辉瑞与莫德纳的疫苗 或将在一到两周内 就有望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紧急使用授权 但白宫疫苗负责人表示 疫苗还需要一阵子才能普及至大众 因此人们还需要对疫情保持警惕 全国昨天的单日确诊病例 人高达17.5万 而死亡人数也达到1100人 专家担心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根据新冠病毒跟宗项目的数据 在过去四天内 全国有超过10万名新冠患者住院 与此同时 有报道指出 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朱里安尼 昨天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 这位前纽约市长 正在乔治顿大学医院住院治疗 而在川普宣布朱里安尼确诊后 他本人很快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自己得到很好的照顾 身体感觉良好 家州上周末的新冠危机 达到了千所未有的水平 不仅报告了三万多个确诊案例 重灾区洛杉矶也打破了 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 在盛华金谷河南加地区启动了新一轮的居家隔离法令 而州内最大的公立学区也将在本周四停止所有的实体课程 在上周六12月5日 甲州卫生局报告了3075个单日新增确诊案例 该数字不仅打破了州区单日新增的最高记录 并且新增案例的水平也将州内的疫情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不仅如此 在上周日 中载区洛杉矶也打破了单日新增的记录 确诊案例高达10528人 卫生官员指出 病例数的直线上升将导致当地的住院率进一步增长 我们所有人都在担心 我认为今晚我们会看到这种真正的影响 然而在南加地区和盛华金谷 当地的重症接护病床已经跌落州卫生局设立的标准 新租记家令 将禁止当地市民与其他家庭进行社交聚会 美发美加等个人护理行业需立即关闭 而酒吧 影院和其他室内娱乐设施也需停止营业 法令最短将维持至12月28日 而为了帮助市民保护自我的卫生健康 州政府将推出一款能够预警新冠病毒的APP 同时 由于当地的病例数和住院率都创下历史新高 洛杉矶统一学区 也就是美国国内第二大学区 在今日宣布他们将在本周暂停所有的实体课程 网络教学将在本周四恢复 并一直持续至学期结束 而校区内的所有员工也需尽量在家办公 乔治亚两个参议员席位将在1月5日重新选举 而这两个位置将决定未来两年是共和党继续控制参院 与民主党制衡 还是民主党将一举拿下两院加白宫 实现一统华府的局面 为此 川普总统上周魏先生乔治亚 为两名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并继续喊话称 不会接受一个作弊的选举结果 川普大选后首次参加竞选集会 仿佛恢复了此前神采意义的状态 总统希望借着自己的人气 帮助两名乔治亚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获胜 因为这两个席位将决定参院多数党的归属 参院目前共和党占50席 民主党占48席 民主党如果赢下这两个席位 两党参议员人数将持平 而在投票表决50比50时 副总统有权投下决定性一票 这实际上让民主党掌控了参院 但共和党只需赢下一席 就可以继续保持多数党的地位 乔治亚州两场参议员选举因为无法确定结果 1月5日将重新投票 昨晚双方开始了第二轮的第一场电视辩论 但共和党人Purdue拒绝出席 这遭到他的挑战者 民主党人Ossoff的讥讽 而另一边 民主党人Warnock与共和党人Lofler则互不相让 双方对疫情 经济刺激法案 税收等一系列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 此外Lofler还表示拜登没有获胜 Warnock则批评他质疑选举制度 未来两年华府权力结构如何 2021年初预计才会渐分晓 南韩卫生部长今天宣布 尽管第二波疫情的余温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但紧随的第三波爆发将随时到来 如果届时医疗系统出现崩溃 整个首都圈将会变成新冠战区 而在疫情控制得当的台湾 一名男子因为违反了隔离条例 在酒店的走廊上仅仅走了8秒 就被处以3500美元的罚款 今天南韩报告了600例新增病例 使全国的总感染人数超过了3.8万人 导致了约550人死亡 虽然这些数字相比于其他国际上的重灾区域来说要小得多 但根据南韩卫生部所给出的数据模型来看 如果继续放任下去 下周的病例可能会达到单日900例 相当于该国在2月初的首次爆发的第一个高峰 因此韩国将会在周二的晚间 生效一份新的社交距离措施 由于此前的法令并没有让病毒得到控制 因此南韩非常担心会有第三波的爆发 卫生部长朴林后在今天的政府会议上警告大众说 由于首尔以及其周边地区居住着该国约一半的人口 以及大部分的感染人口 因此首都地区现在是新冠病毒的战区 净令一旦生效 在首尔地区将会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 晚上9点之后的公共交通也将会减少 夜总会和健身房必须关闭 南韩也会动用额外的人力 比如警察、军队等来追踪那些密切接触者 朴林后称 虽然这些会限制我们人民日常的生活 小企业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但只有克服了这场危机 我们才能回到日常的生活 与此同时 在疫情控制非常优秀的台湾 一名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公园 在高雄的一家酒店隔离 但他却被酒店的闭入电视 拍到了短暂行走在走廊的画面 此时被酒店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 与卫生部进行了联系 该部门对他处以10万台币的罚款 约合3500美元 由于根据台湾检疫的规定 无论时间长短 处于隔离中的人都不能离开房间 目前高雄市大约有56家检疫酒店 共有约3000家房客 在没有对民众进行大量限制的情况下 台湾对于检疫的控制 一直处于全球最优秀的几个地区之一 这座拥有2300万人的岛屿 却只记录了716例感染 7例死亡 大规模的检测和快速有效的追踪系统 让他们没有被这场全球的灾难所吞噬 全球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700万 超过150万人死亡 其中意大利死亡人数突破6万 英国明天开始为高风险的民众 接种第一批 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升级公司 研发的新冠疫苗 外交部官员表示 军队可能加入协助疫苗 从比利时运输至英国 英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迎来曙光 由美国辉瑞和德国BioNTech 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 首批约80万剂 已陆续分发到英国 全国至少50间医院 英国周二期将展开疫苗接种 80岁以上的长者 养老院孕友和员工 和前线医护人员可优先施打疫苗 卫生大臣韩考课形容 这是历史的时刻 在伦敦一间医院 医护人员戴上手套和面罩 将疫苗专一至冷冻柜 确保疫苗 在摄氏零下70度低温保存 医院正为疫苗做最后的检查 另外在意大利 新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连续两天下滑 单日新增564人死亡 令全国死亡患者人数突破6万 意大利目前 每1000名居民就有一人染疫不治 是欧洲与全球病故人数 最高的国家之一 染疫死亡率为3.47% 在欧洲仅次于英国的3.55% 意大利总理孔迪稍早公布 圣诞和新年假期间 限制民众跨区外出及维持宵禁令 孔迪宣布 12月21日至明年1月6日 禁止民众在国内各大区间移动 包括本国人相当第二个房屋过节也不准 在12月25、26日和元旦禁止大众跨城镇移动 期间实施宵禁 由晚间10点到隔日清晨5点 而跨年夜的宵禁则延长至清晨7点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近期爆发不知名的疾病 目前累计超过350人感染 最少1人死亡超过220人入院 所有的患者都对新冠检测呈阴性 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了特别的医疗队调查 初步排除是水污染或是空气污染 印度南部安德拉省周末传出不明疾病 有超过300人因为眼睛灼热 呕吐住院 事发在安德拉省的埃鲁鲁 医生表示患者的症状很广泛 包括呕吐 癫痫 眼睛灼热与失去意识等 当地媒体指出患者抱怨 自5号晚间开始出现头晕和癫痫症状 安德拉省省长雷甲刚 今天前往医院探视患者 也和医院官员开会 并在之后举行记者会 官员表示 染上不知名怪病的患者 涌入埃鲁鲁政府医院 目前病因尚待查明 由于印度仍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据报道 这些患者已完成新冠检测 所有人都呈现阴性反应 当地政府医院已控出许多病床 已被不时之需 医生表示 许多人送医治疗之后康复 很快就出院 安德拉省卫生部表示 患者的血液样本 并没有验出病毒感染证据 官员视察了有人身体不适的疫区后 也排除了其因是水污染或空气污染 卫生官员表示 这是某种神秘疾病 只有实验室分析才能查出结果 不过反对党德拉古迪萨党坚称 这起不明疾病是由污染所引起 已呼吁展开调查 新冠病毒除了对患有疾病的病人 以及老年人构成巨大威胁之外 孕妇染疫的风险也非常高 一名33岁怀胎8月的洛杉矶孕孕妇 日前确诊新冠肺炎 而由于病情不断恶化 她在医生的建议下带病生产 但这名孕妇在生产后没多久 因病中去世 所幸新生而检测阴性身体健康 卫生专家持续呼吁孕妇群体 加倍注意防疫 33岁的新冠死者贝塞拉 因丈夫工作的关系 从洛杉矶搬到了底特律 而当她上个月被确诊新冠肺炎时 已怀胎8个月 因此被立即送往当地的 亨利福特医院接受治疗 贝塞拉在11月15日生产 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贝塞拉在11月15日生产 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为了陪伴贝塞拉 她的家人从洛杉矶赶到了密西根州 然而家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事 还是发生了 贝塞拉最终没有抵挡出病毒的攻击 在孩子出生后没多久 便去世 据悉贝塞拉除了怀孕外 并没有其他潜在疾病 因此这也反映出了新冠病毒 对孕妇的重大威胁 索性贝塞拉的悲剧并没有扩大 她的丈夫 一岁的女儿 和刚出生的儿子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而贝塞拉的家人 也借由这起事件呼吁人们 对疫情必须保持谨慎和警惕 圣地牙哥两家慈善机构 上个周末为200多名老人 送上了圣诞礼物和节日祝福 机构表示 不少没有家庭的老人 只能孤独一人 尤其是在这新冠疫情期间 假日季节更显凄凉 因此机构为他们送去的 不仅仅是生活的必需品 而是在这特殊时期 给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欢乐 在这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 圣地牙哥两家慈善机构 在上周末为当地的老人们 送上了不少基本生活用品 以及节日祝福 慈善机构的支援者们表示 在这新冠疫情期间 社区里的老一辈 更需加倍招了 这些人都很少收获 所以他们只收获了三天 所以他们没有机会 收获了新的东西 像洗澡洗澡 新的洗澡洗澡 据消息 这两家慈善机构 一共准备了200多个礼物袋 而捐行给当地的老年群体 机构表示 不少没有家庭的老年人 在圣诞节当日只能孤独一人 据消息 在假日期间 为老年群体分发礼物 是当地传承了 近20多年的传统 即使新冠疫情 在今年给人们 造成了巨大影响 但这历史悠久的传统 仍需继续 稍微回来要看 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人在纽约为您报道 今天12月7号 星期一美国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国股市出现了回挡整理的格局 上周五呢 美股主要股指是创了新高之后呢 周一出现了一些回落 导致开盘是下跌了75点 市场持续关注的是 下一轮纾困刺激法案的最新谈判进展 高顺策略师在周一时发布报告 指出因为疫情加剧 恐怕会影响到部位结算的一个情况 那么股市呢 在适度回落风险 短期内是有所上升的 此外呢 尽管疫苗问世指日可期 高顺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限制措施 恐怕会进一步压制了经济复苏的态势 而今天呢 价值股表现是较为疲弱的 这个标普500的各板块当中 以能源板块表现最为弱势 在收盘时下跌了2.4% 不过科技股今天就抗跌上扬了 维持着纳指的走势啊 今天收盘时 脸书上涨2.1% 特斯拉上涨了超过7个百分点 今天收盘时呢 主要股指是涨跌不一的 道指是跌了148点 最后爆在3069点 标普百指数跌7点 爆在3691点 而纳指就是维持着上涨的走势 收盘涨了55点 最后爆在12519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公布 那么在各股焦点 首先来关心的是 伊斯曼科达公司交易代码是KODK 今天收盘时 股价上涨了近60个百分点 收报在每股12.04美元 华尔街日报引述政府文件指出呢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的监察长 在上周表示 在向科达提供贷款的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员工有利益冲突 也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 而川普总统在今年7月份 宣布了国防生产法 随即就透过DFC 向科达提供了一笔价值7.6亿美元的 政府贷款来加快 在美国的药物产出速度 不过后来就传出了科达恐怕有内线交易 不当行为 因此也影响了科达此前股价表现 好 那么再来关心的GG焦点个股 是苹果公司交易代码是AAPL 前收盘时股价上涨了1.2% 最后收报在123.75美元 彭博社报导指出呢 进Apple Silicon M1之后呢 苹果现在预计要在明年的第一季度 推出一系列Mac处理器的晶片 最快就是明年春天可以发布 用于升级版的MacBook Pro 还有入门跟高尖版的iMac桌机 那也积极展现了现在苹果公司 想要超越英特尔的庞大野心 而今天这个烧行呢 也使得英特尔的股价呢 大受影响收盘跌了3.4% 成为道指成分股当中表现 最为贫弱的一支各国 好的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吴威廉 在纽约所作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12月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轮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